我们讲,知子而或有定,知道子于至善,然后我们智就有定向,定而或能静 我们有定了以后,就能够心不妄动,静而或能安,静了以后所处的地方所在,就能够安心 安而或能律,这个处事就能够很精详,律了或能得,律以后就能够得起手指 该怎么样做,就已经有答案了,老子讲的无意观妙,有意观角,就得起手指 这个知子即守当子之境,定者居心圆续玉玛 我们这个心圆玉玉玛就是要把它绑住,不能认起磁场 我们心很会跑,好像身如空十万八千里,就一下子马上跑了 时机有所归宿,那么见者清净无为,念知在知 我们就是要念知在知,这四个字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李祖师的意思就是念念无间 就是时时时刻刻都是觉性在主宰没有不觉的时候,就是念知在知 我们要佛用文字,知道那个文字的那个意思 是朝思细思也,跟那个念知在知是一样的意思,全部都是没有离开我们觉性 那么安者,身有所寻,身有所真寻,心有所归,性有所安 各得其熟,赤地不问远,这个赤地都不问乱 律则内功已足,而律外功就浮潜,就是内功已经足了 然后我们想说外功还没有达成 那么抱着悲天闽人的自律,律人不修信,考虑到别人 每天都没收,哪都要劲苦,在那个凡尘在受苦 律事不清零,为什么我们这个凡事都不清零,都吵吵闹闹闹 我们真的都是吵吵闹闹,那么得者尽其信中之能事 得就已经尽了,我们信中的能事 广见圣功,可以把它发挥出来 慈与化人,悲与敏誓,慈就是以乐 我们给世人都能够得到快乐 然后悲能够拔苦,把凡人的苦都拔掉 凡人为什么受苦?因为不知不觉造业,所以才受苦 所以这个拔苦不是代替众生去受苦,而是告诉他原因 说你这个苦是怎么来的?让那个因都不中了,就不会受苦 这样就可以离苦 那么三千大千四为一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千 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都把它已经看成一体 没有分别心了,它都从我们真心佛性出来 那么四亿七千万,稀如同胞 这个李祖师是在讲那个大陆,大陆的人口 四亿七千万,现在有十三亿了 增加了真快,我们台湾有两千三百万 大陆有十三亿,那五亿的人过的生活很好 比我们台湾还好,那剩下的都还够得很苦 内陆,沿海地区就生活好 那内陆就生活,物质很缺乏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苦跟热 没有客观的标准,都在直观的认定 我们要了解像西藏蒙古 西藏蒙古物质很缺乏 因为那边地都生长不出那个吃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很富裕 可是他们的精神生活非常的富足 我们台湾刚好相反,富裕很富足 可是我们的精神很空虚 各位前贤,假如说我们都没有电视了 都没有电脑了,都没有影片了,都没有科技了 我们怎么够生活? 我们不如西藏蒙古喔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靠着一些麻痹精神 我们都寄托啊,我们的生活都寄托 在电视、在电脑、在网路 在这一些我们能看的影片 我们都寄托在里面 我们不充实喔 我们内心之中不充实喔 很空虚 所以时间很难过 要怎么够?要用打花的?没有听过吗?怎么打花时间?可不可怜? 时间要用打花的,可不可怜?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内心空虚 我们自己造成的 为什么空虚?我们自己造成的 所以佛学 这体会出来 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很习惯 有一天啊,你突然跑到深山去 你会受不了 为什么?这么清静 一个人也看不到 一个杂音也听不到 一动不住了 挡不住喔 为什么?习性 变成我们习性是这样 不可以去烦恼 好,我大的环境才嘈杂 你已经习惯了 你离开这个环境 你生活不来 所以我们没有培养 幸福之中的充实 过得都不实在 一定要培养 当你静下心来 整个天地呢 都在你这个身中 在你整个身上啊 就是整个天地 这样子才可以 各位有没有体会过? 你不要看电视 不要看报纸 不要上网 不要看电脑 你全部都不接近 你的生活是什么样? 要体会喔 我们那个时候能够很充实 那你这一身呢 你的佛性就已经能够呈现了 这样才可以喔 假如说我们都要靠着 靠着外面的事 来麻痹我们的神经啊 那错误了喔 我们一身一够很快就够了喔 还没多久喔 我们就 这个怎么样 年纪大了啦 这个四肢都不动了 这个五官都发生问题了 五脏呢 他都不给我们用了 那个时候你才 我要赶快行功利得都来不及了喔 我要赶快修我的习性都来不及了喔 在我们现在还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啊 赶快修 把习性啊 习性是佛性本来没有的 赶快把它修掉 不要他 他不是本来有的 因为他呢 有了 就会推我到凡尘来出生 那我就带六道人回 他没有了 我就不用六道人回 要把它修掉啊 各位有没有心想把它修掉 要修掉他喔 不然我们在六道里面喔 我们把这个呢 都修掉了喔 然后我们就超出六道人回 跟呢 这个大 跟整个宇宙虚空呢 融为一体 我们可以啊 千百亿化身 你不要说 哎呦 啊 不用五十年就没人啊 啊 反正要怎样 你不用烦恼 你不要想说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做人 那人要怎样来 千百亿化身 不用烦恼 这个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现在修 已经修成的仙佛菩萨 他呢 都在打当祝道 所以喔 我们在大热天啊 在空旷的地方 喔 只要说 欸 你怎么突然看见呢 喔 有一棵大树 可以到这个树荫底下去乘凉 那一棵大树 就是佛菩萨它 千百亿化身 变化在那里 要让你乘凉 等到你乘凉过了以后 你走开 它就不见了 喔 在你很 傲乐的时候 有一阵凉风吹过来 那是佛菩萨呢 千百亿化身 吹风 让你能够很凉快 我们都不体会喔 喔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不用害怕 世间没人 欸 我们又可以 欸 你喜欢当人喔 又可以化人到凡尘来 欸 你不喜欢了 又马上可以回去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喔 我们现在是变夜推喔 夜把我们推 我们不得不来 喔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圣物的是不一样喔 可以千百亿化身啊 不想当人 还可以当小排兔 不想当小排兔 我们还可以回归到正位 喔 我们不想到娑婆世界来 欸 也可以不来 我们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到唯魔觉 那个东方喔 妙喜世界 嘿 可是我们现在都到不了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月障 把我们占住了啊 嘿 所以要了掉 嘿 那这样最好的方法 欢喜心 半练寿 心夜不照 秋夜一直聊 这样就可以了啦 那就简单吧 有喔 所以大陆呢有四亿七千万喔 这个呢是李祖师喔 在的时候的人口 现在呢增加很快啊 已经有十三亿啦 那为什么增加那么快 因为现在很多喔 那个野兽啊 都被我们人打死了 他死了以后喔 他野兽死掉 已经喔 来转 转身喔 有人的身体啊 所以各位浅賢 现在人很多喔 人的身体啊 都是野兽的心 为什么 因为都这么来而已啊 他的野兽 还这么来而已啊 啊 所以我们都到那个人喔 人变兽心喔 我们也不要 不要感到奇怪啦 为什么 都都在野兽出去做人而已啊 这样呢 就没有那个恨 就没有撐 嘿 这样知道吗 嘿 所以喔 我们要可怜他啦 嘿 他假如说喔 是兽心 人面兽心的话喔 我们要可怜他 他要还要种很多的善 让那个善生根 让善根成熟 你看 才有机会 接受大圣佛法 不容易啦 所以我们喔 能够听到 能够做得住啊 跟气都不缓 嘿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喔 我们都是佛啊 不要小看自己啊 我们都是喔 这个 高推圣见 自己悲趣啊 啊 那佛都有佛骨啦 啊我这凡人骨 是不是这样 我们喔 很多人都这样喔 都说那个圣人有圣人的喔 喔 他就收了很多呆 才会成 你看那个密勒路吧 嘿 人家问他说 你修几生几世啊 他说我三 我前世是三二道 喔 一生一世就修成 只要你能够忍受 喔 那个苦啊 嘿 我们既然得到了 上天都给各位公平的机会 你纵然是已经修了千百世 你现在不修 一样没办法回去 喔 成不了正位 喔 没有办法成佛 你纵然是喔 都在三二道 打滚了很久 你只要现在肯修 一样呈先奏佛 公平的 喔 十方之佛 从人道修成 喔 人道修成 是平等的 那你落入啊 喔 三二道 佛性还是一样啦 佛性没有变 所遭遇的 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接受火爆 我们自己 佛性啊 拖着中阴身 走啦 我们来啦 来三五道 佛性喔 水源 要来就来 你佛性把他拖在齐天神仙 要来享福报 好 要来就来 佛性把他拖来人道 好 要来就来 水源 好 要来就来 水源 所以我们不要在 在这个六道里面在流浪 我们都来当客 这个叫客 客层 我们不要被客层所悟 那么由我姓天的光明 而推及啊 依照同胞 有这么多同胞 我都一样把他能够让他也回归 到他的本来 那么各父自信都恢复到自己的本性 而我这佛果 不齐其得而自得 就是不要想 我们不要想说我要成佛 我要成佛 自然就成了啦 所以我们要舌 连佛的口味 我们也不要 因为已经进入真理世界了 就不要那个明相啦 那个明那个相都不要 你就真正的回到本位了 这样懂意思吗? 我写都在说 我们这个开车的人精神都会很好 坐车的人就不一定了 坐车的人摇摇晃晃 他不睡觉才真的功夫 所以以上三大纲灵 就是明得清明 至于至善 三大纲灵 人各能毅然作趣 结果达到 至极无以复加至善的境界 从这个三纲灵 这个大学的三纲灵 明得清明至善 这个叫三纲灵 然痴布欲学大学之功 西先心之子于何处 就是先要知道我们心 要知子 要指在什么地方 曰子于性天也 就指在我们 那个真如本性 的这个本体 心有所归 而性不问而自定 我们心 这个有所归了 心有所归属 我们就知道怎么做 那个性就不问 然后自然定 自然就产生了那个定 那么性定之后 则此身肉有肉五 这个身体好像有好像没有 此心如在如不在 这个都在讲 我们那个真理的状态就是这样 如有肉有肉五 如在如不在 说他有不对 说他没有 都是走路两边 这个肉有肉五 刚好中到 如在如不在 刚好中到 都不在两边 那么此心 若 灰然而 不灰然 所以又是一样 不在两边 清静无为 就已经回归到 清静 无所作为 昏然一离 静肉三月 动四合行 而达到 这个真静的境界 那个就是 在描绘 李主持在描绘 我们那个佛信的一个状态 那么此所谓啊 身有所寻 已经的 身有所真寻 心有所归 心有归属 性有所安 性也能够安 那么性既安 则内圣之功既主 那么以下 这个律以得 此其外公也 能律能得 这个就外公 亦可以说师 亲民之道 所以 我们内圣城 然后 要亲民 内圣 虽系既主 必与悲天闽人之心 常报 苦口薄心 化世 所以 我们就是要 苦口薄心 你看 宣佛道 这个凡臣来 借窍 都是苦口薄心 应着我们众生的需要 然后 给我们 点话 给我们引导 都是苦口薄心 那么 一人 幸天为民 几次 幸天 由 为民 至疾风 所以 一个人 因为 性本 同体 一个人 的性 为民 自己的性 也就为 全部民 这个 我们就是要了解 那么 律者 律世界众生 不悟 众生 都不领悟 律社会 同胞 说 幸天为民 我们 这个 社会同胞 现在都在耍心机 都在用心机 都在造业 忙着造业 所以 那个 弥勒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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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受苦的时间 唯恐不长 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 持以众生为虑 就是考虑到众生 不是考虑自己 就是考虑众生 那么以天下为优 就是以这个天下为优 就是以这个天下为优 不优自己 就是考虑自己 我们大部分都是想到自己 那么弥己 先天下之忧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也 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 那个圣人之心 都是这个样子 量子 这个 己性之手之 花己性之手 能 己力利人 己达 达人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这个 自己已经知道了 就是要告示人 那么自己已经领悟了 就要也使别人领悟 因为领悟 这个性 这个性以心法 真的都是一个巧妙 一个关键 一个巧妙 你转不过去 就是没办法 不能悟就是不能悟 像或许 这个用三十年的时间 那个时间 不能悟就是不能悟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怎么样都没办法 你要假装知道 就是假装不来 所以 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 现在别人 他没有领悟心性 他给你说 我知道了 你只要一看 一听 你就知道 就是把你的嘴巴都堵起来 你想要再讲说 啊 你就都知道了 我要再说什么 他实在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年我都不知道 我在拍照 我今天才不太好 因为你刚 好像刚来嘛 我们这边很多都听很久了 他们你看 两三年了 两三年了 很久了 我说 年轻人都还在打课睡 他都精神很好 我们年轻人都要赶到残怀 还有一个梁妈妈今天没来 梁妈妈跟他姐妹 两个 都这个 从头到尾都没切课 现在师先生有一点 身体不舒服才没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都是要累积 一点一滴累积 只要你有心追求 上天一定会给你答案 这个上圣法 绝对不是说你马上就了解 那这么简单 好 好学也不用这么辛苦 所以要先了解 因为我们不了解 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做就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先了解 只要你了解 不怕不做 因为我们那个佛性 会酝酿 酝酿 酝酿 你知道怎么不做不做不做 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后来 你不做都挡不住你的良心 良心叫你做做做你就会做了 所以知啊 知难行意 知道很困难 行就容易了 知难行意 知道很困难 这个真理要领悟很困难 这个上圣法真的是很殊胜 殊胜到没有语言文字 我们用语言文字勉强在说 你看要多用心 要用不同角度来讲 然后一再讲一再讲 刚好有一个讲 有一个角度 我听懂了 就对了 就好了 我们就能够去做 知道了就能去做 所以能够了解到 整个天地都是我们真心佛性 这么的殊胜 那个时候 生死变成一体 内盘跟生死都是明相 那个都可以去掉 众生佛也都可以不要 那个 众生跟佛跟心 它都是一体的 是我们不了解 才把它分那个明相出来 让我们来学 我们学到了这个都不要 学习到了这个都不要 所以不要急 他不用急 不用急 你就想一想 或许十三岁就开始追 现在六十三岁 这样几年 所以不用急 只要你有心 绝对可以了解 你绝对可以明心见性 绝对可以见性成佛 只怕你没有心 你去环城寺把你捞去 啊 不好意思我没用 我没用 没用什么 环城寺 还要做环人 所以就很没用 我们要做环城寺 我们要做环城寺 我们自己都拿一条困环城寺 把这个环城困起来 所以 至少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要 搂婴仙 有婴仙吗 有婴仙吗 你都 婴婴都不要 起心重念 有婴仙吗 啊 我们就没贪在婴 要起两头来想 所以婴没丟 所以就真没婴 没婴什么事情 完全的事情 啊 那些都太苦了 所以 没有婴都要自己找的 啊 我们现在就要做婴仙仙 啊 要做婴仙仙 就要了解真理 所有的业婴都不要紧 才有法度婴仙仙 那业婴证 你婴不来啦 这项也要找你 那项也要找你 你哪有法度婴 啊 啊 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先 發育心 甘願 想 赌到的就發育去应付 哦 發育去做 啊那就了言 了言 了言 旧的原料啊 心的缘无情 啊 有法度婴仙仙吗 就真是婴仙仙 啊 就要一段时间啦 不然现在喔 一些旧原料不完 就要婴仙仙 哦 哦 那你又结一段齁 心夹地来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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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比較聰明,沒那個事情啦 我們臺灣秀儀,你看,傭人啦 傭人的才會造型啦 你聰明的人肝,肝貴啦 所以我們傭人沒關係,傭人才會造型 你看一些地匪形的犯罪,我們傭人都不會做 傭人才會做啊,因為要領保險金去害死人 我們傭人領的人怎麼能去做出來 做不出來,不會做 那就是傭人太好,才做得對 所以那個傭人才吃得對 對,我們煩不得對的事情 你還要照顧他成功,對我多心意不得 煩不得,那是周禮盤頭茄 所以喔,很簡單 如果我們兩頭來,想說這些兩頭都垃圾 先把它掃掉,那個周禮盤頭茄就是這樣 對,那傭人跟他講 他喔,他這樣認真到齁 這樣緊到三兄弟就跟我們問要怎麼收 喔,那個三兄弟看著他,他的腹腳就大了 喔,現在喔,看著他在頭前來,趕緊了 緊閃,緊閃,緊閃 為什麼現在去頂到齁,他還沒完沒了啊 所以都緊閃,都不敢緊閃 給他啊,給他啊,給他這樣齁,我們很慶心 像說大家都票完齁,我沒辦法收 把車子就去吊頭了 阿芬齁,他就知道齁,就騙心 騙心來跟他講 他說你之前齁,過去世了 你知道這個法修期的法文很多 但是你很憂心 都不敢說 阿現在齁,人不跟你說 只有這一報回一報啦 所以你不要難過,那過就好了 你現在不可以聽佛工經的作法 不懂道理 不可以快 我教你 你偷偷去買 拿一支掃酒給他 說這個給他掃酒 他說這個知道 我不怕拿著掃酒 還拿一支本機 說這個給他掃酒 這樣我知道 這個會怎樣 你全府省掃頭腳就好 你不用去聽課 也不用再學法 你只掃到清洗就好 他這樣整天吃飽都掃 掃 掃 頭前後面 宿來宿來宿來 都掃到整起整起 都沒有掃酒 沒有掃酒他就能掃酒 掃酒的時候 兩頭就來 他說這也掃酒 給他掃掉 現在還有兩頭來 這裡也掃酒 給他掃掉 人家他 最快 五百的三天都要不掃 他已經掃酒了 已經成無聲法人 你知道嗎? 已經到達無聲 不生不滅了 那 連頭來就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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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頭已經都沒有了 那就無聲 無聲就無媚 所謂無聲無媚 無聲法人就他掃掉 他的三天 還要針在掃 他就掃掉了 你看 所以我不用 不用憑自己 說 我們沒有比他更猛 就要掃酒 掃的 說這個就是掃酒 就要本機 拿著 說這個就是本機 我們怎麼會這麼猛 沒有這麼厲害吧 所以他都可以成了 我們怎麼不成 我們就是都掃水 掃什麼 我沒有那麼猛 我很聰明 我們去讓聰明掃藏到 我很聰明 我把要收的 稍放的 我先做環丁事情 環丁事情做好才來收 我們去讓這個掃藏 我們就被這個當務了 修道就在日常 我們工作之中 我們如果在工作 全心全意 專意就是到 專意就是到 做完了 拋開 不要再流到腦海裡面 這樣簡單嗎 簡單 我們不要做咧 我們就要在那裡收 已經做完了 要在大家裡面收 在檢討 做得好 做得不好 好不好 也都過了 你怎麼扭得回來了 所以過去就拋胎 未來的還沒到 現在不住 三心都沒有 當下都是佛 這樣好怎麼會沒有呢 可是有的人會講說 祭祺教訓 祭祺教訓就要長期祝在完成 我們準備說 當下都是佛庭 這裡就要祭祺教訓 然後策劃未來 把握現場 就是要長期祝在完成 我們佛心沒有這些事情 來 本來 本來 有一位新主的 這個 前嫌 要來跟各位 分享他的心得 可是齁 臨陣退休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才會有很多 前嫌都帶人來 結果就很失望 怎麼沒有 這個中間的轉折構成 因為我們也都沒有交代 所以齁 大家也都不知道 因為或許也沒有講 要來也沒有講 沒來也沒講 構成也沒講 所以大家都不曉得 那或許也大概 把那個 了解的狀況 向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那個陳蔣師 那個陳美惠 他在新竹 因為他很 很會渡人 這個坐車也可以渡人 這個買 清買豆腐 也可以渡人 去市場 也可以渡人 然後呢 這個 只要在路邊攤買東西 也可以渡人 那他就 遇到一位 這個癌症第四期 已經是 所有醫生都說沒有救了 是非常嚴重 那麼他就 跟他相熟 相識了以後 就跟他講 所以我們 這個會有這個病 大概都是我們自己 累積 在心上累積下 所以要從 這個自己的心改變 我們都放不下身段 所以 病就不會好 結果他跟他講了以後 這個 他說他已經 這個乳房 已經手術一邊 已經沒有 然後子宮也拿掉 所以他 要希望說能夠怎麼樣 把他的這個構成 講給各位聽 因為他放下身段以後 整個這個癌細胞 都產生變化 連醫生也很驚訝 因為他在家裡 大部分 都是 這個女人很強 很強勢 所以就累積很多的一些病因 結果他因為 癌症第四期沒有希望 所以就全部都放下 一放下了以後 就很 符合那個女人的柔 很柔 很柔那個癌細胞才一直消失 他一直消失以後 他就很高興 他先生也很高興 他先生本來是 大概是職業精人 所以為了他的病 提早退休 就用那一些退休精 因為他先生被他管的 這個以往都被他管的死死的 也都這個叫做有怨在心裡 也都沒有表現出來 他後來他太太這樣一放下身段以後 就尊重她是一家之主 就是一家的主人 所以他就又舍毀他的那個信心 對人生的哪一種 比較美好一面 光明一面 所以整個家裡就改變 結果就要把這個構成 跟有癌症的人分享 以及就要給一些想修到的人知道 所以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因為我們都放不下自己的身段 我們都有一個執著 就是我 然後這為了這個我 就造成很多的那一些 情緒上的不穩定 這個我們所謂的煩惱 煩惱就引起身上 會有毛病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一改變了生活態度以後 至於一些這個病 也一直在改善 改善了很多 結果各位選人 他身體一改善了以後 他心也改變 本來是放下身段很溫柔了 很聽話了 很珍重這個悲人 結果他身上 健康起來以後 舊的習性又回廊 全部都要他又做主了 這樣的話 因為他就改變這個觀念 因為身體又健康回來了 以往的那一些 那個霸氣霸道 又不知不覺又回來了 所以 陳獎師要他來 本來說6月6號 為什麼會改變 就是因為他身體好了 因為他現在又恢復到以前了 所以他就又 什麼都要做主 各位聽出意思了嗎 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我們肯放下我們自己的身段 我們肯放下萬元 然後我們的佛性就可以呈現 所以沒有來就是這個元韻 就是他已經又改變心理了 然後又說什麼6月24號 陳獎師說 那個不得准 所以或者先把這個構成跟各位交代一下 那因為和學都希望各位 能夠在我們 這個能夠自己做主的時候 趕快修到 趕快萬元能夠放下 我們把那個執著 把那個我像 那一種事項 全部都能夠去掉 恢復整個 我們那個全部的佛性都出來了 六祖壇經的基元品 第七那個基元品的最後 那個毆人有伎良 能斷百思想 對境也興不起 菩提昂日日漲 然後六子聽到以後 就跟這個大家說 說此祭未明心地 說這個祭語沒有了解到 我們的這個真如本體 沒有了解 如果假如說去做的話 會越加束縛 就是我們會離這個真心佛性 越遠 所以六祖就講 他說慧能沒祭語 不斷擺思想 那個沒伎良 就是不要 不要起心動念 就是本性 然後不斷擺思想 這個 這一個角度 就剛才那個謝謝講 所看到的時鐘 看到時鐘不是知道時鐘嗎 這個 這個叫做我們要了解 叫做擺思想 它不斷 因為它是我們佛性的功能作用 所以我們不要去斷它 它有很妙的功能作用 有擺思想有這麼多 這個是佛性的 水眼之有 這樣知道嗎 然後對靖 對靖心肅起 對靖心肅起 各位就是要了解到 因為厄倫說對靖心不齊 他以為說有那個禪定的功夫 那個六祖就講 對靖心肅起 那麼這個對靖心肅起 就是了了分明 那我們在了了分明之中 這個又是怎麼樣 又是我們佛性的呈現 這樣懂意思嗎 懂不懂意思 因為都很微妙 怎麼講 或許再加一個圓絕經 把這個關係 圓絕經 或許有說 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 虚一切實不齊妄念 然後 疑諸妄心 亦不惜媚 疑妄想見 不佳了知 疑無了知不變真實 然後我們把歐倫的祭語 六祖的祭語 跟這個 釋迦牟尼佛講的這個 言訣 我們把它融會 意思就可以出來 那個就是我們在生活之中 整天的生活裡面 我們不要起心動念 因為起心動念 叫做忘心 那個很重要 我們日常的生活 我們都起心動念 全部都叫忘心 那我們在忘心裡面 有行為 那個叫造業 造業 就要接受果報 那我們了解說 這個不起 不要起忘念 就是不要 從我們的 這個六根 面對六成 產生的六事 那個功夫不要用 不要用那個功夫 那個忘心 我們都不起 接下來 那個 不起忘念的再下來 說疑諸忘心 一不惜媚 那麼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六祖講的 這個不斷擺思想 那個擺思想 就是喔 忘心不惜媚 這樣各位能夠連得起來嗎 可不可以連得起來 那個擺思想 就是忘心 忘心不惜媚 就是真心 擺思想就是真心 這樣懂得嗎 對 對這個很喔 很細膩的東西啦 因為都差在一點 剛才呢 學姐有講 你看到了 了了分明 你不要去分辨 不要去分白 不要起心動念 這個就是我們喔 嚕嚕不動的本體 但是你只要啊 喔 現在幾點 喔 那個是什麼 這樣的話呢 叫做視心 啊視心呢 就是隨緣之佑 不變之體啊 已經變成隨緣之佑 這樣了解嗎 變成我們佛性的隨緣之佑 也是佛性啦 可是它已經落入啊 佑 不是體 這樣懂不懂 那我們追啊 就是要追本體 你把本體能夠追到了 你從體啟用 從體啟用啊 就有喔 這個 這個百千個喔 這個瓦門喔 我們都可以很靈活的去用 那假如說我們沒有喔 把這個本體找出來 我們都在用的上面用功夫啊 那個就沒有辦法成就了 我們都是把那個生命心 當成真心來用 那就喔 修到修得喔 李李朗朗 都沒有成就 就是今天 就是這個樣子 反正現在我們了解到本體 本體它是爐爐不動 那麼爐爐不動啊 這個東西啊 它是 諸佛所正的 那個呢 這個實相 那個真如一真法界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它是超越語言 超越文字 超越我們所能夠講的 那麼所能夠講的呢 都沒有辦法進入到那個一個本體的狀態 所以要進入本體啊 就要靠我們自己用 功夫 看我們功夫 用的夠不夠 我們功夫夠的話 就進去了 你功夫不夠的話 你不用心的話 都進不去啦 進不去都是在外圍 都是在我們佛性的功能作用 在這個作用裡面啊 在這個作用裡面啊 一直在這個打轉 我們能夠了解到 這個是很 就是很微妙的東西啊 以這個住妄想境 不佳了知 我們這個所面對的 全部都是妄想境啦 那如果我們不佳了知啊 就是已經呈現在我們眼前的 我們不要再去佳於了知 不佳於了知啊 這個妄想境 全部都是真心啦 全部都是佛性啦 佳於了知啊 又變成四心 又變成功能作用 變成我們佛性的隨言之用 本體它又 又隱了啦 稀不細膩 很微細喔 所以我們就是要了解到 佛性的本體是如如不動 可是它用可以隨言 用啊 我們日常之中就是用 隨言之用啊 所以可以啊 這個八萬四千法門 都是隨言之用 可是我們一定要呢 知道本體 或者才講說呢 你研究意見啊 先要把那個喔 不變的 不義的 那個呢 先要研究 無變的 那個喔 先要知道 然後便意跟交易啊 那個喔 你不用去研究它一樣 也是喔 怎麼樣 自然的在呈現啊 那我們去研究了以後 研究喔 這個便意跟交易 那我們研究以後 就會有一種 不知不覺的 驕傲 為什麼 因為都很準確 你不研究也很準確啦 喔 白天啊 再過去就黑夜 夜再過去就白天 晨天過去就夏天 喔 都很準的 你不研究也很準啦 可是你研究了以後 糟糕 我們就喔 喔 有一種這個 非常喔 這個叫怎麼樣 這個 守得啦 喔 這個太太神奇了 不研究也很神奇啊 春夏秋冬你看 天地都不講 啊都喔 這個 運轉的很準 所以我們研究了以後 所以研究意經的人啊 他就有一種喔 那一種高傲心 人家的意見他就不接受啦 我們是最怕喔 我們修道最怕喔 就是被這個守之障障礙 守之障障礙我們的佛性啦 佛性就永遠沒有辦法出來 所以不能喔 驕傲 我們修道啊 絕對不能驕傲 喔 驕傲了就喔 跟這個我們喔 正物成佛沒有緣啦 沒有那個機會 欸所以我們呢 就是要了解到 喔 沒有那個喔 身體的我像 喔 以及呢 也沒有這個喔 觀念的法像 也都沒有啦 全部都沒有 那你能夠到一無所有 都能夠全部放下了 那個佛性才出現 這樣各位有沒有聽出一點端倪 所以我們就要告訴自己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因為我們放不下 我們所有的習性放不下 我們所有現在擁有的 喔 這個呢 喔 在生活上這一些 我們也放不下 所以才障礙 障礙喔 我們喔 能夠進入到 這個真 喔 這個真如 喔 這個一真法界 喔 是我們自己障礙的 那假如說我們把這些都能夠放下 喔 身段也放下 我們的手支也放下 然後呢 我們就真的可以呈現喔 那個正知正見 正切的我們的知見就可以呈現 那正切的知見呈現以後 我們就走 走路到齁 嚕嚕不動的 齁 這個本體 那體我們已經 已經 能夠進入了 那我們就 可以隨言之用 這個時候隨言之用 這個時候隨言之用呢 就很 很逍遙之在 就很自然而然 都沒有勉強喔 所以我們就是要 努力的能夠進入 這個 佛性的本體 那這個呢 跟我們的這個作為啊 非常 關係非常大 假如說我們都是自私之利 只看到自己 那這個機會大概不多啦 要進入喔 佛性本體的機會都不多 那我們假如說 一直在默默的犧牲奉獻 那麼我們要了解 那個默默的犧牲奉獻喔 就是升職德本啦 那這個不是現在才有 我們累世啊就已經在種 種這個德本 德的根本 那個很重要啊 我們能夠 進入到佛性的本體啊 就是一定要有 這個 這個功夫 什麼功夫 升職德本的功夫 那麼這個呢 都是利益眾生 因為 利益眾生啊 才能夠到達 平等法界 才沒有分焙心 才呢 能夠真正的到達 佛的這個境界 那我們呢 每一位都是佛 之所以不成呢 都是被我們自己障礙 所以最大的地 還是自己啦 或許都一再講 還是我們自己 那我們呢 只要能夠放下身段 能夠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能夠都跟我們的佛性 在一起 就是呢 那一句啊 說一切如來 本起因地 皆一啊 原造清淨皆相 永斷無明呢 方程佛道 各位還記得嗎 熟不熟 這個蠻重要的啦 一個綱要 我們呢 來講 修道啊 就是要觀照 當然啦 我們都要眾生啊 去成全眾生 這個都是呢 我們外圍的事項 要做 為什麼 我們呢 累世啊 造的業很多 這一些不做的話 我們的業沒有辦法了 業沒有辦法了 我們被業障障礙 障礙 我們要研究真理啊 就有障礙把我們藏住 聽不進去啦 然後呢 有時候 連到聽的會場都到不了 所以各位就可以想像 只要是我們講真理 講很深的真理啊 一定人多不多 為什麼 各位就要了解那個根基啊 以及那個生子得本的重要 我們呢 這個不講表面啦 你講表面啊 怎麼會做人 那個都是六道人回啊 你要進入到佛 佛道佛境界 一定要進入到 如如不動的本體 一定要進入 那麼要進入呢 我們就是要 要能夠全心全意 我們在這個上的 這個大學裡面啊 李主持跟我們講的三個字 各位還記得嗎 不要翻書 天成 就是第一個喔 我們再翻成 第二個就是要成 第一個 這個成 因為成啊 天地啊 非常成 對啊 我們可以體會啦 白天就是白天 天夜就是夜夜 春夏秋冬就是春夏秋冬 非常沉 然后我们种族 种东西 种水果生出来就水果 种这个稻谷生出来就稻谷 他不会说 你种这个稻谷 他生水果出来 不会 所以天地很沉 那我们就是要学天地的沉 那人与人这个交往也是一样 你很沉心的话 别人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那个金子之交淡如水 淡淡的好像水 不会断 因为那个就是沉 很沉的沉心 不会这个 而怕被他卖掉 还不知道 我们有时候跟朋友交啊 我们娶去买都要不在 对不对 那个就是会用心机啦 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或许都讲 第一个修道就是要相信因果 我们不能造因果啦 那我们接收因果的这个果报啊 我们要欢喜去 甘言说 才能够了 我们不能造 我们可以得到很大利益 然后出卖别人 不要高兴喔 不要高兴 这个因果啊 他绝对 这个铁定的啦 没有侥幸的心意啊 不会把你落去 你做作的 你做好了 当天一定给你福报 你不好了 一定给你这个恶的果报 不会没有啊 所以我们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 所以要很踏实的 我们这个很多机会都可以听到 说老实念佛 那个老实念佛啊 就是告诉我们 佛就是我们自己啦 我们要很老实的对待自己 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然后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一点也不占很便宜 一点也不要偷鸡取巧 这样叫做老实的念佛 因为真理的东西啊 都比较生涩啦 听起来说 哦 我怎么在想 都没出没味 可是这个才真的利我们嫌 我们能够做啊 就可以脱离苦海 我们不想做啊 我们想投机奇巧 走到旁门 受苦的还是自己啊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说 凡尘不好玩 不可爱 不要贪念凡尘 我们有这个心了以后啊 我们才会专心修道 专心修道 诚心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接着就是要恒心 不能遇到环境就变了 然后第三个 尖 成 恒 尖 三个字 所以李主持就跟我们讲 只要做是三个字啊 到就可以修成了 这样有简单吗 都不敢赢啦 这个都人人知啊 可是哦 知是知啊 可是都容不尽哦 知道都知道啦 跟生化合卫作会 为什么要在合卫作会 因为外面的造化的引流力量太大 然后我们的价值观念啊 又受到大幻境的影响 所以哦 我们都把这个哦 赚钱摆在第一位 然后把这个哦 修道摆在第二位 哦 第三位 第十位 没有 没有很重视他啦 所以哦 我们就是要了解哦 我们对这个最善生的这个佛法 你假如说把它摆在第一位 像六祖这个非能啦 他说 唯求咒佛 不求义务啊 哪会不成 绝对成的 那我们想一想自己 我们把什么摆在第一位 我们就是把生活摆在第一位啦 啊 生活就是有身体才有生活啊 那为什么有身体 就是我们无名昭夜才有身体 那我们现在把身体摆在第一位 可以脱离苦海吗 就没法堵了 啊 那就跟樊城 结得远啦 满身啦 然后现在哦 又很注重身体 你看 又爱水 又爱给人健康 是不是这样 我们都把这个摆在第一位啦 那个那个修的哦 隔在一边 啊 都映映啊 没来啦 来修啦 映映啊啦 来修 对对 佛学哦 在这个就是要说 四大不调啊 四大不调合 他会哦 把我们很多的注意力啊 都拉走 把我们扭起来 身体如果不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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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调和啊 也是重新出来 那或许有写那个 米勒路八那个传记 他就讲 或许说最重要的那两句 此心肉味 身手死 法性十相 永难正 你看 所有历代已经修正成果的 他就跟我们说 我们的心啊 我们这个心 假如说被我们的身体所支食 所支配 那么你的法性十相 就是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本体啊 永难正 永远没有办法正悟出来 那永远我们就在人回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心 超越我们的身 可是这个现实很现实 都会把我们拉 看谁较强 所以我们就又欺负在现实之下 没有说心比较强 所以这个就靠我们日常生活的观照 我们都有节性 万言放下的时候 节性放不下 那么这个节性放不下 我们就是要保持它 都时时刻刻在绝的状态 不要使它产生不绝 可是我们的生活 不知不觉的时间多 绝的时间少 所以那个不知不觉就是无明 无明就起后照业 弥后就起来了 弥后起来就照业了 业照就要受苦 所以我们就不要不觉 这个不觉要去掉 不觉就是无明 不觉从哪里来 从觉性出来 没有觉性的话 不觉没有作用 所以我们无明就是佛性 沒有佛性 无明就没有作用 所以你看这么多众生 他做出来的事都没有说 复合于真理 可是那也都是从佛性出来 你知道以后 你就不会怎么样 起心动念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明理 就已经很可怜了 你就不会再对他 落井下石 所以才会体会说 啊 原来思惠是一体的 不觉昨天在荣刚 刚好还在讲那个最上身佛法 已经讲三次了 就刚好讲一半 所以这个要有机缘 才能够讲的路性 看起来 我们还不太成熟 你看 或许一直讲 各位都一直要跟周公打交道 那是一个角度 那是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打课税啊 状况是很多啦 可是我们在听课啊 大部分的打课税都是 没有胡思乱想 打课税也不会做梦 所以他没有走路两边 所以那个时候很接近佛性 那很接近佛性 我们要能够去把握 那么你这个打课税的接近佛性 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把握的 你关照的佛性 你就可以把握 这样知道吗 关键点 我们要把它弥清 当然接近佛性是很好啊 那我们假如说要 这个能够时时刻刻 都看见接近佛性 那你就去看那个小婴儿 那个出生的那个小婴儿 他最接近佛性 那个还没有上幼稚眼 还没有教他 那个时候他自然呈现了那个天真 那个就是最接近佛性 最接近 可是我们要掌握 我们要能够 真正的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佛性 那就要关照 关照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 尽量能够万脸都放下 当然啦 我们工作的时候 就要专一 专一就是道 那我们有空闲的时候 不要胡思乱想 因为胡思乱想就是招业 就是业 想念头就是业 不要胡思乱想 这时候万脸放下 就剩下觉性 觉性 我们就用那个觉性 用觉性所发挥的波罗 来关照觉性 关照我们本体 那我们能够用觉性发挥的波罗 观照觉性 只要你做得久了 那个觉性它的力道就比较强 世心就比较弱 那我们平常现在世心很强 我们那个佛心很弱 所以佛心它都很委屈 它都退在幕后 被我们掩盖了 我们甚至也瞧它不起 它要冒出头 我们都把它压下去 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观照 就是把我们那个佛心 让它能够呈现 呈现的时候 只要我们肯这样做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 应对进退 我们不太会照业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是佛心 它在当家做主 因为我们都把它捡出来了 都在它在当家做主 那这个佛心在当家做主 没有业 因为不自私自利 没有业 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 可是我们都不要 因为比较吃亏 我们没有体会 吃亏就是占便宜 我们是住在 那个喜欢占便宜的现象之下 结果实际我们吃亏了 我们丧失浩然正气 我们丧失了佛心出来 当家做主的机会 我们甘业在六道人魂 值不值得 又是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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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或许都希望各位说 有问题的药物 为什么会这样讲 你在努力修道的时候 绝对有问题 你没有问题就表示 你没有在修 为什么 因为修道 这个真理都很细腻 他们有问过都知道 都是很细腻 都差一点点 这样这样 就这样 就做就对了 做就都不对了 所以差得很小 差得很小 你看 了了分明 了了分明 你不要起分别心 就是佛性本体 不变之体 啊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你看看 极厚 必水源之用 那本体就不变了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啊 对不对 问题都没有 都要水源之用 说这样好 真厚 结果我们去用这些真厚的海盗 所以不知 台湾那种理语 傲心 对吗 都在笑傲心 那怎么会这样说 傲才会做心 或者不是鼓励我们傲傲 傲傲就是很憨厚 他没有那个哦 技巧的心 他没有技巧的心 他就不会占人便宜 就不会想那一些哦 智慧型的犯罪 所以他就不会走路啊 地狱去当鬼 那我们傲的人哦 我们台湾的理语 有说干 干鬼 哦 那些人很干 有没有 就是很聪明啊 很聪明都是要心机 这个算计 一点亏都不肯吃 都要占很便宜 现象它是很好 很吃得开啊 可是在真理里面啊 他是最可怜的 那个佛说可临敏哲 很可临敏哲啊 那我们现在在看到那一些人 我们就知道可临敏哲 你就不会很厌恶他 对不对 那我们不知道的话 哦 看他这样做 起得 哦 这样 臉都红起来 很生气啊 因为他都占到便宜啊 我们都吃亏了 所以哦 就是要研究嘛 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 了解现象 所以很多现象 这个我们呢 都聚 聚在下 所以才产生 贪嗔痴 那贪嗔痴啊 佛在讲 最独的 最独的就是贪嗔痴 那从哪里来 从我们产生 怎么产生 从我们的六根 对六成 产生的 那这个都是虚幻不死 那我们在虚幻不死的里面 炸了这么多月 害我们自己受苦 值不值得 不值得 不值得 所以我该替我谁来讲 这个真理是很殊胜奥妙的 哦 不了解太可惜了 嗯 听到吗 在那里上生活 我们就是要 一定要放下身段 没有什么可执着的 不要执 一执着了 就会了 就没记 没由我带记 所以一定的 要把那个执去掉 我执 我执 全部都去掉 没有执了 没有执着 就不会当鬼了 我们为什么会到地狱去 当鬼 就是因为执着 那个执着 那些什么 没什么 感觉 那是 多高兴